那个女生是画画的 而且她会夺走你的初吻 街上的每个人行色匆匆 思考着吃饭 约会 工作 可谁能想到 一次偶然的微小差错 会诞生 像我这样的怪物 比常人敏感的多的听觉 嗅觉 每日每夜的折磨着我 你问我为什么会这样 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世界上 还有多少像我这样的人 饱受异能所带来的痛苦 我只知道 即使要永远这样忙忙地活着 为了保护她 我也要保持清醒 找到救她的方法 再跟你说一次啊 以后不许光着脚到处乱跑 听见没有 吃饭吧 天天 你长不高是不是因为天天陪我吃这些没有味道的东西 我长不高是因为有人连路都不让我自己走 明天换你爱吃的好不好 不听不听 王八念经 我是王八那你是什么 对了 最近感觉身体怎么样 嗯 还有没有不舒服 天天天 天天 你怎么了 天天 齐天 齐天 你别吓我齐天 喂 吃了 啊 没事吧 你怎么了 是不是又看到什么了 那个女生是画画的 而且她会夺走你的初吻 来 以后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直接忘了吧 整天做些白日梦 还有 绝对不许主动窥谈未来的事情 怎么办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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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个女生是画画的 而且她会夺走你的初吻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